Hello大家好,我是黑木爸爸,我们今天来讲葡萄子。 非常感谢大家。 也可防止氧化应激以及组织损伤,保持血小板活性抑制止直过氧化作用,降低炎症反应与血液中坏胆固醇及癌症发生率,以及强化维血管、动脉与静脉血管壁,避免血管硬化并活化及维持内皮细胞功能健康,维持维血管顺畅和弹性等特性,因此可维护人体循环系统的健康。 此外,葡萄子提取物,含有大量的钳花青素,是生物类黄酮的一种。 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1的50倍,维生素C的20倍并具有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活性,对皮肤结地组织有较佳的亲和性。 可减缓紫外线的伤害,预防色素沉淀,皮肤老化,与内胶原蛋白减少,以及弹性纤维被破坏,并能协助伤口愈合。 提高皮肤饱水度,预防皮肤塌陷产生皱纹,以及抗老化的效果,并还有其他可能的好处包括。 改善与预防病原体,减少水肿,抗衰老,改善阿兹海默症,缓解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症状,降低血色病患者铁水平等益处,并且低聚原花青素。 有增强是子质的效果,减轻视网膜压力,进而改善视力以及液视能力。 葡萄籽也能维持维生素C与维生素E,以及β胡萝卜素的抗氧化作用,与提升吸收率,以及生物可利用度, 并能保护DNA,预防止质过氧化,与细胞组织退化,进而达到延缓老化与防癌的效果,其中的浅花青素,对特定癌细胞也有较佳的抑制力。 2006年时,英国的学者发表一则《葡萄籽提取物》,对于癌症病人二期临床的研究。 临床研究中为66位早年有进行过乳癌放射治疗,中等以及明显乳房硬结的志愿者并随机分成两组。 一组44人每日摄取三次葡萄籽钳花青素,令22人服用安慰剂。 持续一年后,服用葡萄籽钳花青素者,有缓解慢性静脉功能不全与水肿,但并无其他明显的差异,只能算得上可能有效而已。 原花青素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之外,其分子结构非常的微小,能够轻易地通过血脑胀壁,提升大脑内抗氧化效果。 进而避免大脑慢性病变产生,以及老年痴呆症等症状。 葡萄籽也可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,与动脉周样硬化危险因子的产生。 并富含维生素1、急元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,因此能够减少血管氧化损害,维持血管弹性。 有益心血管,但是以目前言就了解到的而言,葡萄籽含有对心血管疾病有益的类黄酮,与其他抗氧化剂等营养成分。 可能具有各种美容、护肤与抗衰老等作用。 葡萄籽的许多效果目前还属于一种益测。 在大规模的人体实验证据并不足够。 当元花青素在研究室实验中效果较佳,可生物利用度似乎不太好。 表示人体有可能无法有效地吸收。 对于葡萄籽体取物,可抑制癌细胞的相关研究也很多。 但结论上都很明确写道,体外实验可抑制癌细胞,表示针对特定癌细胞的结果,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。 因此目前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葡萄籽体取物能够在体内抑制癌细胞,并在缓解炫光引起的眼睛压力的研究也并不充分。 对血压影响也有相互矛盾的现象,但有较充足的证据显示。 葡萄籽体取物能够帮助缓解慢性静脉功能不全与水肿的情形。 葡萄籽摄取过量的症状 目前葡萄籽体取物摄取量与安全剂量都尚未被确定。 在研究时使用的剂量为每日100到300毫克之间。 一般适量摄取的情况下被认为是安全的,并且副作用很低。 当在大量摄取葡萄籽萃取物后,可能导致的副作用包括 头痛、胃痛、皮疹、头晕、恶心、腹痛、咳嗽、烧痒、腹泻、喉咙痛与头皮发痒以及胃部不适等问题。 因此在摄取葡萄籽提取物时,需小心谨慎地使用。 在摄取时,如果食用新鲜的葡萄籽,也会因为含有质地较硬的木质素,并不容易被人体消化。 一旦食用过多,容易会堆积于肠味道之中,造成消化不良以及便秘等情况。 当食用过多时,建议平时可多喝水帮助代谢。 需注意摄取的情形。 一、会对葡萄相关食物过敏者。 曾有对葡萄相关食物。 有过敏症状的人请勿摄取。 摄取可能会引起过敏相关反应的症状有。 胸闷、皮疹、巡麻疹、呼吸困难、脸及双手肿胀,以及口腔、喉咙。 会有肿胀与刺痛等情形。 当有出现上诉症状时,需立即寻求医疗协助。 二、孕妇、未成年人。 葡萄籽虽然来自于天然食物,但其功效较强,并且目前因为相关安全性尚不清楚,因此并不建议孕妇。 儿童、未成年人、哺乳其女性,以及肝肾功能不佳者等社区。 三、宁血功能不佳。 葡萄籽提取物,可能具有血液稀释与抗凝的效果。 因此,当有凝血功能不佳。 与服用抗凝剂以及手术前两周等情况时,请停止摄取,避免增加出血等风险。 四、服用药物。 葡萄籽提取物,可能具有血液稀释与抗凝的效果。 当与其他有血液稀释效果的药物,如华法林、阿斯匹林、以及绿比格雷等药物一起服用时,有可能会提高出血风险。 五、服用维生素C。 一项研就指出,维生素C可降低血压。 可当葡萄籽萃取物。 与维生素C一起摄取时,反而会容易使得血压升高。 六、高血压。 罹患高血压时,同时服用高剂量的葡萄籽提取物。 与维生素C时,可能会造成恶性高血压症状的发生。 七、容易失眠。 葡萄籽有一定的提神作用。 对于容易失眠的人,教育导致失眠的情形。 因此,并不适合在睡前时摄取。 八、抗氧化相关营养素。 有一项研究发现,当摄取葡萄籽提取物后,会有显著提高血压中抗氧化剂的水平。 当摄取过多含有抗氧化功效的营养素,例如。 维生素B群、维生素E、UQ10,以及葡萄籽等有抗氧化的成分。 营养素,反而会因为抗氧化的作用,导致细胞加速氧化。 葡萄是一种健康安全的食物。 但葡萄籽提取物并不建议儿童、孕妇,以及哺乳其者摄取。 因为并没有足够的研究,可证实相关的安全性。 并且葡萄籽提取物,有可能会影响需要肝脏分解的药物,与铁值吸收减少。 即增加药物代谢,以及与药物产生相互作用,例如止痛药、滑法磷、血液吸湿剂、非灾体抗炎药、特定心脏药物,以及癌症治疗药物等,会有相互作用的情形。 因此,在摄取葡萄籽提取物之前,需与医生了解是否会引起药物的相互作用。 会对葡萄有过敏的人也不适合摄取。 当与维生素C一起摄取时,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,并且可能具有血液稀释。 与抗凝的效果,有出血性疾病,与服用抗凝剂,以及接受手术前摄取葡萄籽萃籽萃籽物。 可能会导致血液凝集时间延长,造成出血风险的增加。 因此,当有这些情况时,在摄取葡萄籽提取物前, 需咨询专业医师,以确保用药安全。 葡萄籽的摄取 天然的葡萄籽含有丰富的木质素、纤维素等物质,并不容易咀嚼,直接食用会较难以下咽。 就算咽了下去,含有的活性成分,也不易被人体所吸收。 并且被磨碎的葡萄籽,也容易会导致消化不良。 在饭前食用的话,还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,造成消化不良与损伤肠胃等情形。 因为葡萄籽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素,水溶性也较差,所以肠胃道不易消化与吸收。 因此容易会有便秘的情形发生。 并且纯天然的葡萄籽中,还富含有大量的丹宁。 在咀嚼时会产生较强烈的苦涩味。 食用的过多,还会刺激与损伤消化道,并容易会对食欲造成影响。 葡萄籽提取物较能避免这些问题。 因为葡萄籽提取物,会去除干燥和粉碎产生的苦味。 但对肠胃还是会有一定的刺激。 所以空腹食用时,会较容易出现恶心与反酸等情形。 因此建议在早上饭后食用会较佳。 在此,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。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。 再次的相遇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